准备水阀的赤肾 清洗干净去掉杀嘴 中间破开一切事半 用干净的毛巾把水分粘干 撒半把面粉 蘸薄薄的一层 调好的脆皮糊 核心配比在上两个作品拔似苹果里边 油温六层 还剩刮糊下锅炸 挂完糊子后要空一空不要太厚 定型之后用重火一直炸 炸的火候越酥脆 这道菜的口感就会越好 烙出控油 加底油下入熟蛋黄 小火慢炒 加盐 微净胡椒粉 把蛋黄用油全部炸开 下入炸好的海参 撒入少许的白糖 蛋黄挂匀 出锅即可 以海参制作完成 鲜香酥脆 蛋黄香味浓郁